这时候如果你给它这个SELF-BASING 0的时候呢 其实还是两条线合并在一起 是不是啊 咱们简单做一个表格 这个是 哎不对啊 我前面这个也没有给人家计时12对吧 这个咱们应该设成13啊 这个叫 细线 然后咱们先做个表格 咱们重点不是表格是吧 所以呢咱们就直接插入了 二乘二 边框一 这个差不多 然后 我们写几个字啊 这个是桃 然后这个呢 是 花 花 然后这个呢 哎 尿在叫 这是咱们平常所说的那种表格是吧 如果咱们放大来看 其实可以看出来这表格边框不止一条 只不过是合在一起了 这个时候呢 咱们说有一个属性可以让它合并起来 完全合并了 这单词也不会念 反正是Border-C-O-L-L-A-P-S-E 然后它的值也是C-O-L-L-A-P-S-E 这个怎么念的 C-O-L-A-P-S-E C-O-L-A-P-S-E 它就是C-O-L-A-P-S-E 是吧 我觉得不太对 咱们还是专业点吧 C-O-L-A-P-S-E 不转意 C-O-L-A-P-S-E 对的 C-O-L-A-P-S-E 后面那个是没话 C-O-L-A-P-S-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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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咱们给它说这个样式 Table 然后 我跟大家说这个写 写这个样式 不一定 你非得照我这么去写 你就这样 空格 然后呢 Table- 不是Table Border Border-C-O-L-A-P-S-E 然后 这样写也行 这样写也行 如果我为什么那样写 我那样写起来呢 咱们看起来就是 对 更美观 更方便咱们去看 并不是非得这么去写 OK 然后 射完以后大家看 变了没有啊 不一样了吧 不一样了 细了 咱们放到原来大小 看不出来了吧 已经看不出来了 对比一下 看不出来了吧 看不出来了 这是咱们要说的细线边框 细线边框 有没有问题这个 没有问题吧 没有 很简单 我还好看不出来了 看不出来了 没问题 可以看不出来了